嗯,我觉得我的床特别的舒服 小油,起床,起床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小油,起床,起床了 我要再睡五分钟 嗯,艾玛,不要吵 小油,走开,这是我的床 这是我的床 我就睡两分钟,就两分钟而已 不,你不要到我的床上 要不然我就在这跳了 咚咚咚,我跳了哟 艾玛,哇,你知不知道你很重呢 你已经不是小baby了 艾玛,等等,等会儿 嗯,干嘛 嗯,我都不知道 在你的床上,在这儿跳来跳去 还真挺好玩的 嗯,你不可以在这里坐的 呦呼,当然我可以了 呦呼,呦呼 妈妈,妈妈,妈妈 嗯,艾玛,你看这个好酷的 嗯,你的这个床的弹性真的非常的好 嗯,妈妈,妈妈,你看 艾玛在我,这个哥哥在我床上在这儿跳 哦,你管不着我 管不着我,妈妈,妈妈 艾玛,你真的可以在这里试一下 这个特别的好玩 嗯,不要,这是我的床 你要跳的话就跳你自己的床 嗯,这个现在你可以了 你走开吧 嗯,嗯,那好吧 嗯,那好吧 嗯,那我这边可以干点什么呢 啊,我知道了 我可以在这边去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床 嗯,我去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汉娜的床 不知道她的床会不会好玩一些 嗯哼哼哼 这边谁都不会想了起来 或者谁也不会去发现 诶,汉娜的床也真的不错诶 嗯,而且味道也非常的好闻 呜呼呼,我要在这上面跳 诶,哇哇哇哇哇哇 整个床还有整个的墙 都在这里跑来跑去 嗯,好,好 那,对对对,这个主意就是这么做的 诶,笑尤,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揍你了 你给我下来 哇,汉娜,你不需要这样打我吧 你也不需要这样叫啊 你小点声啊,小点声 不要吵我 笑尤,你怎么可以在我床上跳 走开,走开,走开,不要到我的床上 走开 这个是我的床 你又跑到我的床上来乱走乱跳 哦哼 好了,现在你好了 你回到你的床上吧 嗯,我现在有我自己的床了 我可以在我自己的床上跳来跳去 哼 啊,我觉得笑尤把我的床全都弄脏了 而且她非常的乱 然后她还把我整个床呢都弄得特别的难看 嗯,嗯,好 那我们就约了下周见 啊,我觉得汉娜的床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嗯,但是在汉娜的床上呢 也不能玩太久 那要不然我来试一下我自己的床吧 我自己的床的话呢 哦,我知道 嗯,但是万一我跳坏了怎么办 妈妈说了不能在上面跳 那我还是先看一下吧 哦,妈妈和爸爸的床好大呀 特别特别大 嗯,非常的棒 那我可以在上面去给她跳跳跳 嗯,耶 妈妈,爸爸,她不在 嘿,她不在 哇塞 我觉得她们的床最舒服了 弹心特别大 特别足 这个是什么呢 哦,妈妈 你在这里面 小姚 你在我床上干什么 我正在这边休息一下 你为什么出来了 哦,妈妈妈妈妈 你吓着我了,吓着我了 哦,妈妈,我要躺一会儿 我要躺一会儿 小姚 我知道你刚才在干嘛 你刚刚是不是又想在我的床上跳下跳跳跳 小姚,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不可以在我的床上跳来跳去 那好吧 那只剩一张床我可以玩了 那就是我自己的床 嗯 那我来看看 那我觉得这床上有一个这个床被子太难受了 哇哦哦哦 哇,这个好酷啊 好酷啊 耶 爱妈妈妈 你们快看 你们快看 现在 现在我可以跳得非常非常的大 哇哼哼哼 哦发生了什么 我的呗 我感觉我就摔下来了 哇不会吧 嗯 哇 哇受不了了 没有人 没有人能够这样 嗯我这可怎么办 我的床坏了 哦 哦 哦 艾玛 哥哥你这里怎么了 啊你的你的床 你的床坏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坏 这是我的新的床 我床了一个新的造型 你肯定没有看错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搞错了 嗯那好吧 那我要去看动画片 你要跟我去看动画片吗 嗯好好好 我陪你去看动画片 嗯爸爸爸爸 我们可以看动画片吗 嗯好吧 那我给你们调一下 你们喜欢看的动画片 好了 这个是你最爱看的动画片 对不对 嗯好 嗯你们今天还是真乖 嗯小油你今天完全有点不像你自己 嗯 简直有点特别特殊情况呢 哦对对对对啊 我今天比较的淡定 淡定 这两个人都快睡着了 嗯 好了你们两个该睡觉咯 该上床睡觉咯 爸爸爸爸你抱我 我根本就起不来 我没有办法自己去爬回自己的床上 好了小油 你也要去到你的床上去咯 我可抱不了你 嗯好 哦不 我忘了我的床是一个坏掉的床 那我要睡在哪呢 嗯难道我要睡在地上 嗯小油 我觉得我还没有晚上过来倾向你 我要不要给你一个晚安文呀 哦不要不用 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嗯我不需要晚安文 妈妈你不用过来 嗯这个还是挺奇怪的 好稀奇哦 感觉小油从来都不会变成这样 那我还是过来看一下吧 嗯那我应该怎么去睡呢 嗯 嗯 哦好吧 那我就随便在这个角落里睡一下 凑合一晚上吧 至少能先熬过了这一晚上 哦感觉这个 感觉真的是不是特别好 嗯 好了哇 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油 你把你的床给怎么了 哦妈妈妈妈妈我都说了我不需要晚安文 为什么你又来了 小油你这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床断了吗 你受伤了吗 是不是你哪里磕着碰着了 嗯没没没有 哇哇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这是我的床 我的床 嗯嗯我最近吃的有点多 然后太沉了就掉下来了 嗯你们可以睡到我的床上 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夜 小油 哦谢谢谢谢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床 啊小油 我跟你说过非常多的次数了 你是不是在你自己的床上去跳跳跳跳跳了 你是不是在跳床垫 然后把你的床给挑断了 嗯没有 其实没有 但是我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替代的床 小油你可以试一下 爸爸真的吗 嘿嘿嘿嘿 哥哥 哈娜你快 哥哥他睡我的婴儿床 哦这个我要怎么睡啊 这个太小了呀 我这怎么睡进去 嗯不要 你们出去 我我再不要睡这个床 你们快出去出去 哦 啊 我心里好难受 啊我心里好痛 我应该怎么去睡这呢 嗯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转床转身 还有这个栅栏 不不不不不不 我还是不要在这里睡了 嗯我才不是一个baby呢 那我去看看 看看艾玛 我看看艾玛 艾玛艾玛 你睡着了吗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睡在一起呀 拜托拜托 嗯 但是 好吧我让你睡一会儿 但是你不能搞个作剧 嗯 我觉得你这个床真的是好舒服呀 嗯 但是你不能在这里睡那么久 为什么 因为我老是放屁 哦不是吧 你真的是马上就会放屁吗 嗯对啊 我经常会放屁的 比如说现在 不不不 哇艾玛 你真的是一个放屁大炮 天天都在这里放屁 对啊 而且我这还是跟你学的呢 哦 妈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床吗 哦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床 修好了吗 对啊 我和爸爸呢 是在晚上的时候 把你的床修好了 现在你可以在你的床上 重新在上面睡觉啦 耶 太好了 谢谢你妈妈 哦 妈妈妈妈妈 我最爱你了 你是我心中最好的妈妈 我觉得你超 我超喜欢你的 好了 那就这么说好了 那从今以后呢 你不许在你的床上 在那里跳了 你再把你的床跳断了的话呢 那我也没有办法啦 嗯 好的妈妈 我以后绝对 我保证 再也不会在你这里咯 那 给你一个晚安文 哦 谢谢妈妈 我也给你一个晚安文 哦 我觉得我的床真的是 太舒服了 金屋银屋 不如自己的稻草屋 还是我的床最舒服 哎 小油 我可以来跟你一起睡吗 不要 你个放屁大王 不要 你个放屁大王